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2月26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尊毛讲话,习近平最重要的政治表态 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2月26号 直播一的要文简报,第一个 台湾大选倒数19天,那么三名总统候选人12月26号的下午 进行了第二场的电视证监会 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表示,国民党带给台湾的三大祸害 死报一个中国的神主牌 勾结黑帮和会选的黑金本质不改 第三,未取得政权不择手段 赖清德质疑国民党已经不再落实前总统蒋经国 落地生根的路线,赖清德说 支持侯友谊等于支持马英九,等于让一中势力复辟 黑金班师回潮 对台湾发展绝对不利 基本上你看看 赖清德开始火力全开 全面攻击国民党,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谊继续批评民进党 执政期间两岸关系倒退 不和中国沟通协调农产品简易问题 牺牲台湾农民 渔民的利益 侯友谊还说民进党 执政让 让台湾旅游业营销下跌,他要求赖清德思考 是否要改变台独主张,务实理性的看待两岸关系 那么基本上侯友谊也是按照 按照这个国台办给他的指示,继续朝着这个攻击台独的方向走 民众党的总统候选人科文哲批评民进党 没有长期规划 台湾国民党没有远见,那么两个党常常一起起哄 那么科文哲说台湾应该 因应国际局势 制定经济安全的保障法 建立安全经济安全会议 确保 台湾关键基础设施和重要物资的安全 另外一方面,中国方面继续通过各种手段 干预台湾大选 福建厦门海关12月25号宣布 放宽小三通旅客 携带台湾高粱酒的数量 原来每个人可以带4瓶,现在增加到6瓶 你还带一箱算了 很搞笑 那么 厦门海关说 携带高粱酒的数量,增加携带高粱酒的数量 是要促进海峡两岸的交流 高粱酒是金门的特产 金门长期是由泛蓝执政 所以现任的县长陈福海就是亲民党的党员 所以中国在选前18天 出一个这样的政策 拉拢 金门县的蓝营的选票 这就是 这是非常直接的介入了 不过呢 如果都已经出到了这个金门9的这个地步呢,说明什么 说明已经没有其他的资源可以做了 另外台湾汇流新闻网的 最新民调 赖消费支持率35.9 那么跌了1.9 侯兆沛支持是27.6 跌了1.4 那蓝绿差距有8.3 那科无配 支持率25.5,上升了0.8 蓝白配差2.1 美丽岛电子报12月25号提问被访者 如果当大选当天投票,你觉得赖清德或者侯友谊 都非常可能当选,你会投给谁 结果是什么?结果是 41.6 赖清德 41.1 侯友谊 6.2 柯文哲 那基本上吴子佳说,就是他们的董事长吴子佳说 蓝绿已经呈现平手 如果差这么一点,那就基本上那就是误差率之内了 那基本上选举胜负可能就是 可能就是三四十万票的这个差距,应该是非常的紧张 这次台湾大选 非常紧张 要回去投票,要尽量的去投票,每一票都很珍贵,很重要 第二,乌克兰空军表示 12月26号凌晨在克里米尼亚 克里米尼亚炸毁了俄罗斯 黑海舰坠的新切尔卡斯克号 登陆舰 那新切尔卡斯克号当时停靠在克里米尼亚南部的 澳多西亚港 军舰上装置用于乌克兰战争的伊朗无人机 乌克兰空军使用战术巡航导弹 发动空袭 炸毁了新切尔卡斯特 卡斯克号 视频显示 废澳多西亚港 发生了好几次强烈的爆炸 然后一直燃烧到天亮 澳多西亚港 是俄罗斯在黑海的主要的军事基地 那么俄罗斯黑海舰队总共有四艘登陆舰 乌克兰已经炸掉了,吹火了其中三艘 新切尔卡斯克号是最新的一艘 那么目前现在只剩下了一艘 乌克兰军队是去年的4月 在克里米亚击沉了俄罗斯的黑海舰队的旗舰 莫斯科号 那基本上现在 现在这个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已经不敢在 克里米亚这附近在停留啊,在那停留就会被炸掉 第三,美国AXS新闻网站报道 以色列战略事务部的部长 叫德默将于12月26号前往美国 会见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 国务卿布林肯和国会议员 商讨如何结束以哈冲突 德默曾经担任以色列驻美大使 他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亲信 美与双方将会讨论以色列如何缩小战争规模 明年1月底过渡到 低强度战争阶段 以及在过渡阶段如何管理加沙地带 美国政府曾经公开表示 希望巴勒斯坦权力机构 管理加沙地带,内塔尼亚胡拒绝 但最近几个星期,德默等以色列官员已经开始 和美国官员讨论 关于改革这个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管理加沙地带的问题 那么另外,内塔尼亚胡12月25号在华尔街日报 发表文章 提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和平的 和平相处的三大条件 第一个要歼灭哈马斯,第二个 加沙非军事化,第三个巴勒斯坦社会 必须去激进化 提出三个条件 内塔尼亚胡还说 要做到非军事化,必须在加沙周围 建立临时安全区 第4 胡润研究院发布中国高净值家庭现金流管理报告 报告显示中国有600万人民币净资产的富裕家庭 有500万户 那么拥有一千万净资产的 这个家庭有211万户 有1亿净资产的 就是高净值家庭 有13.8万户 广东最多30万户 那么600万以上 北京有30万户 上海有27万户 高净值家庭中企业企业主 就是老板,私营企业老板 占52 企业的资产占财富的54% 他们通常会拥有320万的现金 那么有证券以及有价证券 房产是560万以上的房产 事实上,中国虽然有一些 金字茶顶端的富裕家庭 但是中国的贫富差距非常的严重 中金公司以前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 中国的财富总量是790万亿 国有 政府拥有360万 1%的富豪阶层 有460万 那么拥有财富290万 中产 9900万,将近1亿中产 拥有财富110万 剩下的13亿 只有30万亿 只有30万亿 那么按照比例来算,这个中国的13亿人口 占社会财富 总量的3.79% 13亿人,只有3.79% 你说贫富差距大不大 所以在这13亿人当中 没有最穷,只有更穷 北斯大的收入分配研究所 2021年的数据报告显示 中国收入在2000块钱以下的人口 9.64亿 大数就是10亿 中国有10亿人口 收入在2000块以下 当时的还是在疫情前 当时的数据还是疫情前 现在应该比那个时候还要低 这是第1个 李克强总理 在2020年5月28号 在记者会上说 中国有6亿人口 月收入低于1000块 这就是中国的贫富差距 虽然胡润 胡润帮助中共 去向全世界撒各种各样的好看的花朵 但是大家看到花朵的背后是什么 花朵背后就是这些东西 第5 中石油中海邮宣布 停止参与 俄罗斯北极液化天然气二号项目 并且放弃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 工厂的这个融资和 成购合同的责任 那么中石化中石油分别持有 北极液化天然气二号项目10%的股份 那么他退出之后呢 北极液化天然气项目就失去了长期合同 这个项目的大股东 是俄罗斯的叫诺瓦泰克公司 他就要自己去融资,他自己融不到资 那么现在 并且在现货市场出售他们天然气 那么中石油中海油退出的原因是因为美国制裁 美国财政部11月份宣布 制裁 北极二号液化天然气项目 那么如果这个项目 这个谁去买这个项目的天然气 就制裁谁 所以中石油中海油 他买他的股份是因为他要买他的石油,买他天然气 那现在一看 美国制裁 他就去向美国申请,财政部申请豁免 那从目前来看应该是没有得到美国批准豁免 那如果美国不批准豁免,中石油中海油都无法承受美国的制裁 所以他们就退出 退出,他一退出的话基本上 这件事情就不好 就不好办了 北极液化天然气二号项目 初始的投资是210亿美元,是俄罗斯 出口 液化天然气最关键的一件事情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西方对俄罗斯实施制裁 诺瓦泰克是俄罗斯最大的天然气公司 他现在就有问题,他原来募集资金就出了问题 那现在是指望 中石油中海油 帮他买 买这个天然气 跟他买天然气,他不是有现金流吗 那现在他俩一退出 一退出的话,实际上这件事情就基本上就有点黄了 这是第五第六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2月26号宣布 继续延长429项 中国产品的关税豁免 直到明年5月31号 这批中国的产品关税豁免原定是在 今年年底到期,马上就到了 那关税豁免是中国产品包括 电动马达等工业零部件 电动马达,汽车零部件,化学品,自行车 吸尘器,口罩,手套 消毒纸巾等等,医疗产品等等 基本上这都是美国需要的产品 如果你给他产关税的话 那就会造成美国通胀 所以干脆把它豁免 那么第7 人民日报报道,中国院将会在明年1月1号 启动第5次全国经济普查 这就是要为中国经济摸底 上一次普查是2019年 第5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领导小组副组长 国家统计局局长康义说 这次经济普查是中共二十大之后 第1次对中国经济进行全面的体检和集中盘点 目的是摸清楚经济发展状况 掌握近5年经济总量的和结构的变化 采取更加精准有效的政策措施 推动高质量发展 这次普查将会组织 210万普查员和 普查指导员 和普查员 进行地毯式的入户清查 数据 审核 审核验收 那么这次普查将会全面调查 第2产业和第3产业的发展规模布局和效益 并且第1次展开投入产出调查 基本上你看这次动作的原因是什么 这件事情其实 已经发生过一遍 去年的应该是 今年上半年已经搞过一次 那 明年1月1号开始来个正式的 应该已经做过初步的摩底 今年上半年已经搞过一次,现在来个正式全面的 这是第7第8 中国外交部12月26号宣布制裁美国 情报数据公司叫卡龙的 以及卡龙公司的调查主任徐蒙 美国高等 国防研究中心前研究员 叫默格雷特 原因是,理由是 卡龙公司长期收集 新疆的敏感资讯 为美国制裁中国提供依据 制裁的内容包括冻结卡龙公司 和许蒙 默格雷特在中国境内的资产 禁止中国的组织个人和卡龙公司 以及这两个个人进行交易合作 禁止他们进入中国境内 那么中国制裁卡龙是对美国的报复 因为国土安全局12月8号发布公告 将中良唐业 四川经伟达集团和安徽新雅新材料 列入实体清单 禁止进口他们的商品 因为这三家公司使用了维吾尔强迫劳动 第九,曼谷邮报报道 泰国曼谷的粉线地铁,一条地铁线叫粉线,粉色的线 那么很多地铁线是按照颜色来区分的 那么12月24号凌晨发生事故 这条地铁线的铝制导电轨,就是头上的那个线 突然掉在地面,砸坏了三辆汽车 和辆摩托车,没有人伤亡 曼谷的粉线地铁全线是在高架上运行 那么铝制的导电电轨是地铁两条路轨以外的导电轨 通常安装在两条路轨之间或者外侧 曼谷的粉线是一带一路的项目 那么列车是由中车子公司 中车浦镇 二十通生产 那么这个项目又是中国一带一路的,又都不扎了 这个东西都会掉下来 粉线地铁全长是34.5公里 连接暖武礼府 八个县到这个曼谷府的明武礼县 总共有30个车站,2017年动工 今年11月21号试运行 明年1月3号通车 其实还没有通车 他应该在试运行就掉下来 那么这整个地铁耗资490亿泰铢 约合100亿人民币 泰国交通部说,事故是因为固定铁轨运行轨道的混凝土 松动,导致了这个 电轨松脱 脱落 那么事故发生之后,粉线地铁有七个车站关闭,进行检查 第10,每日经济新闻报道 上交所、深交所、北交所 公布了明年节日休市的安排 那么2月9号除夕当天 中国股市休市 那么三大交易所在2月9号 到2月17号休市总共9天 那么2月18号是星期天,股市不开 所以中国股市是在2月19号开市 国务院之前公布的春节安排 是从2月10号到2月17号 放8天 其实是倒了假期,前后倒了4天 那么2月9号除夕不放假 那么2月18号星期天上班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 春节连休7天 那么要再连续7天上班 怎么来怎么去 那么网民就不高兴,说除夕不放假 那么 就很多人就在这骂 基本上这件事情 就是翻过来倒去做过好多年 一会儿除夕放假,一会儿除夕不放假 除夕放假呢,基本上你在本地的人 就希望什么,希望除夕放假 本地人希望除夕放假 回家可以准备一下年夜饭,忙活一下 那基本上在外地的远途的呢,就希望除夕不放假 因为后面的时间长一点,其实就是前面一天 和后面一天的问题 区别不大 11,朝日新闻报道 日本警示厅决定改变职业驾驶 职业驾照的鄙视规则 考生可以用中文、英文等20种 外语参加考试 加考试 解决日本出租车司机 和这个公共机车司机短缺的问题 日本驾照考试呢,主要分两种 一种是普通驾照,一种是营业驾照 那么日本警示厅说,营业驾照的鄙视内容 包括交通法规,包括旅客安全 以前只能用日文考 那外国人很难通过 那现在呢,日本的职业司机不足 那么运输界呢,运输团体呢,就向日本警示厅建议 可以使用外语考试,让外国人也更容易过 日本出租车司机的年收入是378万日元 大概是24万人民币,还不错 普通的货车司机年收入是360万日元 约合18万人民币 那么日本普通驾照的考生 之前就可以用外语考试 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文简报 我们讲讲今天的主题 尊毛讲话,习近平最重要的政治表态 那么今天是中共开国选手毛泽东诞辰130周年纪念日 12月26号 那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率领这个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是七常委加韩正 国家副主席 到毛主席纪念堂向毛泽东坐相 进献花篮 习近平等 向毛泽东坐相三鞠躬 然后去瞻仰厅 瞻仰了毛泽东的羽绒 那么北大厅,就毛泽东纪念馆的北大厅 中共中央 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 中央军委,这五套班子 加上民主党派 工商联,五党派人士 这是一波 再向毛泽东坐相献花篮 之后习近平就在人民大会堂 召开座谈会 纪念毛泽东诞辰130周年 习近平在座谈会上讲话 好 我们进来就讲讲这个,这是重点 习近平的讲话 习近平说,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者 革命家 战略家 理论家 我认为他少了两家 一个是大玩家,一个是大差家 大玩家 毛泽东在全国各地的行宫 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皇帝 大差家 没有任何一个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缔造者 会这样把自己的建立的国家给破坏 这是大差家 还有 习近平说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 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奠基者 这是我就旁边住 大链钢铁吗 是近代以来 中国伟大的爱国者 和民族英雄 毛泽东放弃的领土 超过30个台湾的面积 毛泽东对中华文化和中国文物古迹的破坏 超过任何一场战争 你就觉得他是 爱国者和民族英雄吗 是党的党就中共了是中共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 面貌的 一代伟人 这是习近平的评价 但是我认为 有一部分中国人是不同意的 我认为这些人是不会同意的 第1个 1950年 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杀的 300万地主 和民国政府遗留的人员肯定是不同意的 1952年 三反五反运动中 自杀的资本家 肯定是不同意的 1957年反右运动 317万8470名 右派 143 143万7562名 中右 肯定是不同意的 60年60年三年大饥荒 饿死的3800万农民肯定是不同意的 1966年 到1976年 文化大革命运动 被斗的1亿人肯定不同意 上千万被整死的人肯定不同意 习近平还说毛泽东是为世界被压迫的民族解放 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 伟大国际主义者 这个问题要问一下东南亚各国 中共在五六十年代策动 印尼共产党 马来西亚共产党等东南亚的共产党政变 他们同意吗我相信他们不同意 习近平还说毛泽东思想是中共宝贵的精神财富 那你就留着吧 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 指导中共的行动 对毛泽东最好的纪念就是把他开创的事业 继续推向前进 事实上 改革开放就是彻底否定 毛泽东的理论 和毛泽东的实践 习近平给毛泽东一个无与伦比的评价 然后就轮到他自己的东西了 习近平说 以中国式的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 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新时代新征程的中心任务 然后新征程上 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坚定历史自信 把握历史主动 把中国式的现代化宏伟事业不断的推向前进 那初心是什么呢我问 习近平说 毫不动摇的坚持与时俱进的发展马克思主义 大力的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自觉的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 指导新的实践 是我们党就是中共把握历史主动 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开创事业发展的 成功之道 这就是他的 他想的初心就这些东西 那改革开放又是什么呢我又问习近平强调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是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成败的关键一招 那我在旁边住 就不是路线了 那么习近平把改革开放 讲得很清楚 不是路线 也不是方针 是招数 是发展生产力的招数 然后习近平又说 推进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进一步的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不断的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 那就是淡化改革开放的色彩 那关于开放 关于中共自身他说什么呢 习近平说 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只有时刻保持 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 和坚定 把党的建设 把党的建设的更加坚强有力 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 批波展浪 行稳致远 我这里评价是 习近平过去10年的实践 以及过去4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 甚至中共建政到现在的整个历程 都证明 中共不能 也不可能 解决他自身腐败的问题 习近平从上台 上台后的反腐败 并没有遏制中共的腐败 和他上台的时候相比 中共的腐败不是减少了 而是更加严重了 为什么因为中共的权力更加集中 中共掌握的资源更加多 所以中共的腐败就更加容易 而且 规模就更加大 所以习近平反腐 号称反腐 到现在从开始到现在 搞了十几年 反腐中共的腐败不是减轻了而是更严重 习近平说 要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 党的建设各个领域各项工作,我就不念了 有人会疯掉 最终要确保 中共永远不变智 不变色 不变味,我提个建议把它动起来 冷冻起来 就不变智 不变色也不变味 习近平是个非常自私的领导人 我从来没有见过 当然还有一个跟他差不多 他总是把任何的政治利益 都据为己有 所以呢一个没有工心的领导人 讲这些话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因为没有任何人会信服他的这番话 我们经常讲 这件事情,习近平搞的任何政治动作 都是为他自己加分 都想办法 把他自己 把政治利益归他自己 关于港澳台,他是这么说 第一,香港澳门 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地贯持一国两制 我就不念了 很长 然后最后是 叫什么 支持香港澳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破解 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 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更好的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习近平成功的毁灭了 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然后现在开始要 努力解决香港面临的深层次问题 这叫什么 这叫制造矛盾,然后再去解决矛盾 关于台湾,台湾是这么说 他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大势所趋 大意所在,民心所向 主国必须统一 也必然统一,这是他跟 拜登就这么说的 所以他要坚持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和九二共识 深化两岸各个领域的融合发展 推动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 坚决防止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基本上就这样 这就是红卫兵式口号 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就是好就是好 这是红卫兵式口号 赞钉截铁 毋庸置疑 习近平强调,中国时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永远不称霸 永远不扩张 中国人民对这番话没感觉,无感 为什么?因为中国人民根本不知道解放军干了些什么 但是我们的观众就一定知道,非常清楚 过去三四年 看了我们节目的人就知道 解放军不断的袭扰台湾 袭扰台湾,袭扰搞这个 搞菲律宾,搞日本,搞印度,没有停过 不过新华社不报道 所以呢,中国人民也不知道 所以 中共在 政治报告里面天天 讲,我们要和平发展 很多中国人觉得 这很对呀 是的 但是他说一套做一道 不要相信他的鬼话 座谈会上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的院长 叫曲青山 中央军委政治部主任苗华 湖南省委书记沈晓明先后发言 然后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人大常委、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 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 然后就有一堆群众代表出席了会议 基本上就是这样 那这个会议的报道我们就这么多,习近平的讲话呢,基本上是用毛泽东的名诞 来做自己的政治表态 表什么态呢,我后面讲 但我们先讲讲习近平对毛泽东的评价 10年前 2013年 2013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 习近平也开了个座谈会 习近平也在座谈会上讲了一番话 那当年的2013年的时候呢,10年前呢 他上台的 那个时候呢,他应该上台一年的时间 12年年底他上的台 到了12月份的正好一年时间 所以那个时候的习近平意气风发 但根基未稳 然后他就这么说,他当时是这么讲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脱者 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爱国者和民主英雄 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 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 这段话 跟我们今天看到的 70%一样,但是加了几个抬头 加了几顶帽子 然后他在后面又说 不能否认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 探索中走过弯路 他在晚年特别是在 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的错误 对毛泽东的历史功过,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 做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进行了全面的评价 邓小平说 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 错误是第二位的 他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 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所犯的错误 用了基本上 承认了邓小平的 若干历史决议 然后他再来一段狡辩 说对历史人物的评价 应该放在其所处的时代 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 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 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 也不能忽略历史的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 所以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 归结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败 归结于个人 那基本上就是 狡辩一通 他这个狡辩其实就反映了习近平内心深处的 他其实是不服邓小平的那套东西的 那个结论 所以他就出了一段这样的狡辩 这种狡辩其实就是为毛泽东开脱 那就是否定 其实你通过这段狡辩,你就看到 他自己搞的历史决议,就是否定邓小平的那个 那个决议 那习近平对毛泽东的评价 10年过去了,有三点变化 第一 给毛泽东的帽子更多了 评价也拔高了 那拔高毛泽东,目的是抬高中共 抬高中共呢,习近平就坐轿子 水涨船高 跟着沾光 这是一个策略 这策略 就是把毛泽东尽量做好点 帽子 拔高一点 那基本上就是 习近平还是最终把所有的政治利益全部要笼到自己口袋里的 这是为什么他会成为一个独裁者,原因就在这里 他处心积虑,一天到晚都在干这个事情 所以他为什么会成的原因在这里,这是第2 习近平完全放弃了邓小平的 这个 历史决议 邓小平版的历史决议 对毛泽东呢 只谈功绩 不谈错误,错误都根本不谈了 这是第2条,第3条 10年前的习近平讲话保持弹性 也保持圆滑 10年后的邓小平 一人体制 他的讲话更刚硬 也更笃定 那这里面顺便说一下,习近平对毛泽东到底是真情还是假意 我的看法是几点 第一点 有疤痕记忆 他还是有伤害的 但是你说,但是他在那个环境下成长 他会不会有情感,会有情感因素 但是我觉得未必有那么深 未必有那么深 这里面呢就是 红二代 和普通的被洗脑洗抽筋的 不大一样,红二代相对清醒 因为他在局里面 他在局里面,他对这事情看得比较清楚 所以你说他有多深的感情,我觉得未必 那习近平对毛泽东去利用 他是利用毛泽东 利用毛泽东他在政治上获利 所以他乐此不疲 很多人还觉得他挺有那,他当然他很多语言上这是没问题的,语言上 他是那个那个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顺口溜一套一套都是这样 这是第2,第3 独裁者 最终 会目空一切 这是结果 你看吧 习近平最终还是要否定毛泽东 为什么 他是宇宙第一人 所以 他最终是要目空一切 这是第3第4 霸张旗鼓的纪念毛泽东,一方面可以通过这种 气氛 压制 当前中国社会的不满情绪 警告他的政治对手 另一方面的又给自己人打打气鼓鼓劲 这是关于毛泽东这部分 我们再讲讲习近平到底要干嘛 他的政治表态到底要干嘛 第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没有放 也就是要坚持 我念一下 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专政的 社会主义 这是习近平要的 这是第1个 第2个 改革开放 市场经济 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招数 用来发展经济的 可以用可以不用 需要就用不需要就不用 这是习近平的第2点 第3点 就吹嘘了 吹嘘 这个 吹嘘习近平他自己 吹嘘中共怎么怎么能 基本上就这3点 那为什么习近平要在这个时候 进行政治表态呢 当然第1个三中全会没开 三中全会没开的原因是不好开 意见太大意见不统一 开起来场面不好看 场面不好看影响习近平的政治权威 所以习近平就不开 不开,等大家 等把工作做好了再说 所以为什么要搞一个民主生活会 民主生活会 就是要 统一思想 再搞一次这个 投名状 再交一次投名状 不开三中全会是意见分歧太大 那么这是第1条,第2条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经济政策,习近平掺和不上,他不懂 还不想说 说坏了不好 没说坏了 他也说不上 所以基本上所以他开 开会两天会期开一半他就走了,看走了的原因是没什么好说的,你这单子不好弄 这是第2个,第3个 那么明年到底怎么样 中共中央要表个态 这本来应该是在三中全会上 做的事情,要讲清楚 你现在没有三中全会 没有三中全会那习近平就在 就在座谈会上说 那当然你不开三中全会,不开三中全会还有一个原因是 有一些不方便 因为你一开全会 大家都来了,那你有很多东西你控制不了 像这个座谈会,像纪念毛泽东诞成130座谈会 他最好的好处是什么呢 只有我自己一人讲 我想怎么讲就怎么讲 场面有人控制着,不可能发生 翻船的事 三中全会不一定 三中全会那会场不好讲 所以呢 他为什么,他所以呢,他就 把想讲的 都在这里讲了 把想讲的都把 都在这个 都在这个 座谈会上讲 这 局面是控制得很清楚 他的这种表态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 稳住基本盘 内政外交日益困难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自己的政治表态非常关键 他的政治表态他也表现出 很有信心,很有power 我能控制局面 稳住他的那些基本盘 这是第1个,第2个 震慑他的政治对手 通过这种强势的表态 展现他的政治实力 展现他的政治实力呢 把对方吓跑 这是第2个,第3个 向外界 外界对习近平现在在党内的这种 这种影响力是有怀疑的 向外界展示,你看 我的地位还是很稳固的 我仍然能够控制大局 基本上想做出这样的 但是实际我觉得你通过这次的习近平的政治表态 但我的看法正好恰恰 恰恰有点 有点问题 什么问题呢 第1个 我认为 习近平面对的这个党内的挑战 要比大家想象的严重 想象 你想一下,习近平跑到 跑到一个这样的场合 做一个这么重要的政治表态 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 做这样的动作是有点奇怪的 这是第1个 第2个 显然是有人在倒戈 就是显然是有人在立场 不那么坚定 所以为什么 你看在上次这个在这个民主生活会上 说了一番话 这次又跑来说话 这是基本上是连续的政治表态 这次是他自己政治表态 上次是要大家交心 那说明什么 你如果没有,如果他党内完全风平浪静 没有人搞事 他不会搞这个 他搞这个动作肯定就是有事 这是第2点 第3点 我觉得 找一个毛泽东的话题来讲 对习近平来说呢 是有安全感 或者有舒适度的 这还是有一点 跟文革有关系 好吧,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 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我们这里特别推荐我们的Patreon服务 Patreon服务有两个特点 一个是没有广告 一个是有音频服务 那么视频下方有链接 有需要的网友可以去订阅我们的Patreon服务 Patreon服务还是有针对性的 我们来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 鸣谢 鸣谢 谢谢 陈礼谢谢 小苏谢谢 美华谢谢 Edgar You谢谢,今天有很多网友在送的会员 谢谢送会员的网友,谢谢 非常 非常棒 情况 情况,小县城医院预告明天只能 保证基本工资不保奖金 等于收入肯一半 政府托公务员绩效三个月起步 数额也锐减 情况,坐标成都 朋友在工业园区的印刷厂被要求重新办理环保证 前几年政府敢环保花了几十万办证 每年年审好几万,负担已经很重 现在环保证书分级别 A级可以在任何污染天气开工 一般只能在,只能国企和政府相关企业办理 B级可以在大部分天气下开工 要大几十万 以此类推 而且不承认之前的环保证 不办理新的就随时来查环保 影响工厂正常生产 地方财政没钱了,如此敛财,简直不给实体经济活络 令人发指 搬走 搬走,搬离成都 观点,习近平在位十多年,天天给中国人制造困难 然后再拿上大喇叭喊 要大家团结在他身边,克服困难 这就是神经病 观点,环宇之内造成恶夫千万 十年内乱 还能被称为伟人,也只有在这片神奇的土地 不是神奇土地,就共产党神经病 你别神奇土地 就是共产党干的 就这样一个独富民贼依然被顶礼默拜,我不觉得他被顶礼默拜 就他就自己那些 拿了他好处的人在那顶礼默拜 不要天天就 上纲上线 赖我们中国人民,不是 那是共产党作恶 观点,习尊毛更像在重新定义毛,当他无法从自己的施政中 获得合法性 就转而继承 毛的思想和路线来获得合法性 颇有一种大清末年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意味 情况 昨晚湖南湖 湖南湖南嘛 湖南是湖北吧 经销商 方朋友圈,昨晚有部队持枪 护卫 军车 bei 在某地似乎是毛故居,附近有上万群众 去过毛淡 现场跳文革舞蹈喊口号 拉横幅,感觉文革又回来了 红卫兵 叫什么 这个八痕记忆是很深刻的 观点,从新加坡模式 深圳模式到最近的合肥模式 自博模式 共产党一直在摸石头 但腐败的本质总是忍不住 稍喘一口气的时候 就上演乌龟与蛇的故事 其实台湾从独裁的国民党专政时期走到现在 多党 多政党自由民主时期 也许才是值得研习借鉴的治理模式 提问,我最近听到吴先生说 当所有人都在表达不满的时候,哪怕这个方式最低限度的一种表达 也会形成一种力量 您觉得国内墙内的网友除了表达不满以外 还有什么方式去反抗统治者 我不知道,我不能讲 为什么 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我提供了一种方式,有人拿着这个方式 和他的条件不符 他万一出事怎么办,我不能够说这个话 美国人,每个人最重要的是什么,每个人最重要的是知道 知道是什么,知道发生了什么,这个最重要 知道发生了什么 知道我自己什么处境 那么在环境 和处境之间 找到一个点 我能够用力的点 我就用个力先试一下 效果不错,我就再试一下 总之 安全第一 保证自己的安全的情况下 尽量做你能做的事情 支持别人做 他们想做的事情 就好了,我觉得是这样 观点,如果这片土地的人们真的觉醒了,那这种所谓的无关痛痒的事情上 可以形成共识 按自己当地的习俗大张旗鼓的过节 我相信政府是不敢出来制止的 真的能发生这种标志性的事件了 那么以后就会有更多 无视不合理规定的行动出现 这里程碑的现象需要每个中国老百姓来自己做,说得很对,是这样的 情况,昨天获知上海闽航的 航天研究所裁员很多 据说是20%到30 但朋友是小领导,似乎是科长还是啥职务 40多岁也被裁员 现在家里蹲 提问 之前以色列总理说已经请习帮忙 和哈马斯 要求释放人质 这是向习降了一句吗?他不是想降了一句 他是真想让他帮忙 民选的领导 他真要做这些动作,他不做这些动作 他会尽心尽力的去想办法把人质搞回来 你的想法是 是 一个专制领导人 他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一种信号 但是其实 所以我们很难 我们生活在专制社会的人 很难想象 一个民选的领导人,他们是怎么行为,他们的思维方式是什么 很难想象 提问,墙内的人如何能够了解毛的真相 今天还能看到很多人庆祝这个人的130周年 翻墙啊,你都翻了墙,翻了墙就很多地方了 Google Google最多了 学习使用Google很重要 是一个现代 当代 当代生存 要诀之一吧 情况,现在中国老百姓基本上 只要上面出政策 下面就是各种骂,各种嘲讽 比如不让过圣诞节,就像王老师说的 习的垃圾时间已经到了,就是这样 就是他的权位已经没有了 他的管制权位已经没有了 他只能用胁迫式的施政 就是你要是不听我的 我就降降降降 如果他没有降降降的手段 他的政策根本推进不下去 提问,中国最具有经济代表性的省 或者区是哪个 每个省,每个区都有代表性 每个区都有 情况,在国内每天看王老师节目 明白事理的情况下 更坚定的离开了决心 经过奔波,现在已经到了欧洲 恭喜你 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勇敢一点,奔向自由 祝节目长红 圣诞快乐,谢谢 谢谢 鸣谢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 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